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妄想法》里面常讲的 入不二法门 为什么 我是妄想分别执着 我也是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问题才真正解决了 四十真相大变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的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如果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怎么想 怎么去研究 怎样去说明 都没有办法把四十真相说清楚 换句话说 不但你没有能力说清楚 四十真相你永远没有见到 经理都唱成了 极知 什么叫极呢 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心地清净极灭 完全知道 我又一样不知道 有不少同学们 跟我在一起学习简禁 这个好死 是我们佛门当中 一段大事情 发心出来 讲经的 真正是 是否会命 利益重生 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做这个工作 同学们在学习简禁 学会了没有 不能说 不会 也不能说会 怎么说不能说不会呢 因为你现在也上台讲了嘛 讲的也不错嘛 这是不能说你不会呀 但是又不能说你会 为什么呢 离开经本 你会讲吗 离开你那些参考资料 你能讲吗 你都不会了 这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你的心不清净 原因在你 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 你要把妄想分别一切都放下了 你心地清净极灭 你跟佛心相应 那些参考资料通通都不要 你也会讲的 你讲的跟著佛 佛福山没有脸样啊 这是说你不会 所以我们学佛 要学得像佛 怎样向佛 佛心清净 一丝毫 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 我们自己 清净心中 原本也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 从习染而来的 习气 污染 三字经上讲 性相进 习音相远 妄想分别执着 是习惯 习惯 不是本性 习性 每一个人习性不相同 这才距离缘满 跟谁缘呢 跟信得缘满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 佛祖教导我们 我们要把习性 断掉 真心就恢复了 真心 相进 相进就是 差不多 都一样 我们众生的 真心 跟阿弥陀佛的真心 真心 跟释迦摩尼佛的真心 跟皮诺哲娜 佛的真心 一样 没有两样 祝福如来的信德 那我们统统都具足啊 他有无量智慧 我们也有无量智慧 他有无量德能 我们也有无量德能 他能说出 横杀精进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啊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 能力不能先行 要知道 这个能力被我们的习性 障碍住 习性就是我们家的烦恼习气 烦恼习气 把我们的信德 本性里的无量智慧的能 障碍住 透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 你就得大自在了 这个说法 说了个原则 从哪里下手呢 我们找不到下手之处 还是没有办法去写 实在讲 经上跟乡 交我们下手的地方 太多太多了 观世音菩萨教给我 观照 用这个方法 你看心经 心经大家都会念 大家都会背诵 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他怎么会得到自在呢 观 观照 大乘佛话里面常常讲的 你要用观照 这功夫 你就得自在了 观照 这两个字 我们听起来 也很熟悉 常常听到吗 常常看到吗 这两个字的意思 很寻 很深 怎么观 怎么重 我们就不会 既不会观 也不会照 所以还是得不到自在 这不得不用一个方法来帮助 心经 波若心经 波若是智慧 释迦牟尼佛讲 波若经 讲到22年了 大波若经 在佛经里面 分量最大 有六百卷之多 华言才八十卷 波若经有六百卷 六百卷经里面说了什么呢 如果注意 把六百卷 大波若 看一遍 恐怕的是 看前面 不止到后面 看到后面 前面 忘光了 分量太大了 但是 你会记得一句话 这一句话 一定会记得很 坚固 为什么 这一部大波若经 里头 说了几千遍 这一句话是什么 三个字 不可得 你一定会记得 很劳 你能够把这一句话 记住 用这一句话 来管照 你就犹如手之处 告诉 事出事件 一切 无可证 这是真实教会 金刚经 大家念得很熟 金刚经是大波若经里的一句 六百卷里面的一句 不是跟我说的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个心是能得了 说明能得的心不可得 你所得的呢 所得的是一切法吗 那这个一切法 佛说的太多 总而言之 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凡是缘身之法 没有自信 当体皆空 两不可得 能得的不可得 所得的不可得 不可得 你在这个里头 一心想得 错了 所以你才有 无量无边的苦恼啊 那个苦恼 都是从你妄想生出来的 不是事实啊 事实的真相 金刚经末后一首 记字讲得太好 太明白了 佛给我们说 一切由违法 如梦幻泡影 这是把事实真相 说出来了 梦幻泡影 这些现象存在多久呢 佛接着说 如露一如电 露水 太阳出来就没有了 电是闪电 刹那就不存在了 什么都是假的 这个现象 所有一切现象 刹那刹那在变化 不是真实的 你要把这个当作真实的 你错了 既然知道一切法是假的 一切法刹那变化的 你还有什么 得与不得 你能够做如是官 你看身处了 看明端了 你在住法里头 岂不就得大自在 心里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你说你多自在 你说你多快乐 世间人苦 苦在哪里了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苦在那里放不下了 殊不知 牵肠挂肚的事情 全是假的 全是空的 得不可得 不可得放在心上 你不叫愚痴吧 头一个放不下的 我 我是什么呢 佛法里面讲得 很清楚啊 我一时学里面所说 莫纳 通常一般人执着 执着莫纳生活 像中像的很有道理 莫纳里头 有四个现象 吃 敬 敬 敬 慢 母吃 母敬 母慢 母爱 四大烦恼 常想随呀 把这个东西当作蛊 佛这个说法 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 什么是我 吃是我 见是我 见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成见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那个看法想法是我 是在讲外国哲学家康德 他讲的是 五四孤母在 是在讲他解释我 佛讲了四种他只说一种 五四孤母在 是我见 佛说的四样 除我见之外 还有我慢 供高我慢 我爱 爱是贪爱 这四大烦恼 六道里面众生 把这四大烦恼 当做母 错到哪里去了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偏偏当做我 坚固执着 不肯放弃 你怎么会得自在 所以你要惯 你在想到我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佛说的 我吃 我健 我慢 我爱 你能把这看破了 放下了 五相就破到了 注意要知道 金刚经上讲的四相 一个相破了 四相都破 四相破了 你就不是凡人了 你学大臣 华爷 你就是 粗性位的菩萨 你入圣人之流 你没有法大心 学小臣 你是虚脱凡的地位 小罗汉 虚脱凡 观音菩萨用这个方法 你看看 破母亲 破四相 他用观照的方法 得自在 我们要会用这个方法 我们也得自在 他会用 我们为什么不会用 没有学佛 没有听到大乘佛法 他不知道 我到底是个什么 现在一听来说 就明白了 我原来是这么会死去 才把这个妄想 假我 撇掉了 撇掉之后 真我先前来 真我是什么 长落过去 发生 有真我 薄弱 有真我 自在里面就是真我 自在是解脱 所以真我是发生 是智慧 真实智慧 是我 我 大自在 什么我 什么我 这三章 在我们 佛门里面 成为三章 发生 是母之体 是我们的心体 智慧 是我们的抱身 自在 是我们的硬化身 佛家讲三身 三身是真我 所以 要破四相 要破四尽 三身 才能够 解脱 所以我们看心经 前面这一句 观 那个观是智慧 是抱身 自在 自在是硬化身 佛菩萨才真的把母找到了 我们有真我 迷失了 怎么迷失呢 执着这个假我 把真我 忘掉 你看这个四大烦恼 长相随的 第一个 持 持就是没有智慧 戒 戒就是着香 金刚经 前半部讲四相 后半部讲四戒 我戒 人戒 众生戒 别受这些 多相 多相 多相就是 你其中要妄想分别 知主 那个吃是妄想 见是分别 我慢 我慢 知主 你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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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什么东西 我不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妄想是我吃 分别是我见 执着我慢 我爱 我爱 把这些东西当做鬼 所以佛说我们错了 错的太离谱了 那么这些 这些必修 这些必修 回小 想大了 偏心 小神地修想 跟着普贤 菩萨 学大成法 所以他们都变成菩萨 谢的是比丘身 修的是大成法 比丘菩萨 比丘身份的菩萨 他们跟菩萨一样 得大自然 无与无我 都不可得 妄想分别之主 断了 自在主中 为最正 世出世间 一切自在 它是得真的自在 大自在天的自在 不是真的自在 只不过是复得自在 某一方面的自在 不是圆满的自在 不是究竟的自在 这些比丘菩萨 他们是真的自在 这我们要懂 所以这是最真最贵 再看 陌后的一种树参 上 雪参 雪是雪双 上这个意思 是双观 我们 我们 把这个诸节 念下去 约苏 心肠上 事 祝福法国 约表 祝福现阳 借意薄弱 就近 至于一切之物 那么这上世的意思 两个意思都说出来了 一个是 勾上的 秩序 这个人的志向 很大 他立志 立志要做佛 要正 就近 圆满的 佛果 就是我们 今上常 水 无上 不提 这上 第二个意思呢 上是直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 常常护念他 常常照顾他 得到 祝福如来 这是第二个意思 我们看 清凉大师 这个祝福 约苏 在四项上来讲 这就是立志 心常常识 他比心里面 常识 永远不间断 上先 上求佛法 祝福法 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上求佛法 因为 他们这些人 是比丘的身份 所以没有说 下话 下话众生 下话众生 是菩萨 他现在是必修 必修是做学生 他没毕业 毕业之后 才下话众生 现在做学生 上求佛法 祝福法 就是无上菩提 阿若多罗三表 三菩提法 可见得 他们不是小陈比丘 小陈比丘 没有这个信量 真的 回小 向大 月表 就表伐 来说 祝福 现象 一样 是红氧 是薛氧 血厌是明星 这句话说 一切祝福 教化众生 那一年经上说 谁类化身 应激说法 经上讲 随众生心 应俗之量 就是随类化身 随即说法 借义 般若 般若是自信 本具的真实智慧 自信 是法界一切众生 共有的 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我常讲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一个生命共同体 就是真如自信 我们的自信 跟祝福如来的自信 是一个自信 不是两个 祝法所生 为心所信 在花言经上 佛说的 能信的一个 所信的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人 是无 都是一个自信 变现出来 所以佛才说了 摄方三世佛 共同一发言 所以我们自信相同 自信智慧 是一 自信得能 是一 这才说明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说这个关系 多么亲密 所以祝福如来 为一切众生服务 无条件 为什么无条件 共同一发生 还谈什么条件 我们这右手 这个地方扬了 左手扬了 右手去给他扫扫 还要谈条件吗 这右手还问我 我又没有人帮你忙 你还要怎么报答我 还谈条件 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呢 同一个身 要晓得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跟我们同一个发生 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的照顾 对于一切众生的帮助 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 决定没有任何条件 理所当然 应该是这么做的 一定要尽心尽力 为一切众生服务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以清净 平等 慈悲心 像祝福菩萨一样 照顾一切众生 这是佛弟子 这是真学佛 绝不可以 我看到你顺眼 喜欢你 我帮助你 照顾你 看到那个不顺眼 我才不帮助你了 那就完全错了了 你不是学佛的 学佛的人 绝对没有分别 绝对没有支度 看一切众生 一视同仁 为什么呢 皆一般若 就近之于一切之不 这个地方讲的一切之 就是一切种之 一切种之 如来古味上所证断 就近圆满的波尔智慧 佛在经上把这个智慧说了三种 阿罗汉 替知佛 他们所证断的一切之 一切之 是说什么 知道一切法空 一切法不可得 这个智慧叫一切之 所以他有能力 断烦恼 断见识烦恼 于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执着放弃了 我常常用 更倾尽的话来说 年龄同学们 放下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控制的念头 要把这个念头放下 这个念头决定从 我吃 要把这个放下 这是迷惑 迷惑的根本 第二 要把我们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占有的 这个念头放下 这个念头是造业 起乎造业 后面就有苦报 如果我们不起乎 不造业 六大轮回的果报 就没有了 从这里下手 决定 没有意思 控制一切人事物 决定 没有占有 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我们的身心清净 就得清凉自在 这一种 控制占有的念头 余生居来的烦恼 不要缺点 你们看看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 你仔细地观察 他这个意思就显露出来了 他喜欢那个东西 小手抓得紧紧地不放 那就是控制占有 那就是控制占有 不是学来的 余生居来的烦恼 就是我吃 我进 我慢 我爱 你从这个婴儿来 你就能观察得出来 这个是六道轮回的 根本 你要不把它放下 不把它舍弃 永远不能够脱离 六道轮回 佛菩萨阿罗汉 有什么本事 超越六道轮回 放下而已 不再干这个傻事了 所以他就超越六道轮回 阿罗汉有这个智慧 一切智 菩萨比这个智慧更提升一层 除了有一切智 知道万华皆空之外 他还懂得万华原神 知道宇宙之间 这样复杂的现象 怎么来 这些阴阴果果 怎么相许 怎么变化 他都清楚 都明白 道种之 由道种之 就有能力教化众生 种种道 种种音源 种种现象 种种境界 他都明了 他才能教人 才能帮助人 但是这个智慧 还是不圆满 到如来果地上 才圆满 一切种之 一切智根道种之 是一个智慧 达到旧境 圆满 叫做一切种之 一切种之 就是 摩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通常我们也翻作无上菩提 这是这些回小向大的地区们 他们居住 他们居住十种殊胜 这是对他们的赞叹 也是 也是介绍 跟随 普行菩萨 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 摩六多罗三菩提 从谢力佛为代表 这个十种殊胜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下面第五节 摩六多罗三菩提 摩文圣德 疑惑发文 清晨发音 鼻晨大音 这一段 实在讲 是他们做出一个好学的榜样 启发文 劝大文 摩文 圣德 这个圣德是指文术斯蒂菩萨 摩文是 从来没有亲近过 听说 听说 文术斯蒂菩萨 大智慧 大德能 所以发心去亲近 经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谢力佛带着这些六千比丘 王以福祖 佛释迦牟尼佛 顶礼 具备事实 这就审掉了 他们到佛论区 先是给佛致敬 然后向佛报告 他们这些人 想去亲近 普贤菩萨 可不可以 佛答应他 世政听识 佛同意 佛答应他 当然 这个里面画很多 文字简略了 世政一定是非常赞叹 你们太好了 能够亲近 大智文书斯蒂菩萨 快去 快去 这一段是 没有亲近之间 摇文神德 一护发文 听文书斯蒂菩萨的名 听说文书斯蒂菩萨 教诫别人一些 画 已经得到很多的利益 胡昂亲自去 亲近他 追随他 清晨发音的 亲自去追随他 亲近文书斯蒂菩萨 听他讲经说法 逼成大力 逼这个字 肯定 一丝毫的忧郁 疑惑 对 逼定成就 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是什么 五上不提 所以这一段话 低头的意思 很长 真正的含义 确明我们 要知道 亲近善知识 亲近善知识 才能成就 真实的利益 经文很长 我们没有 揭露下 跟诸位报告的这些呢 都是清凉大肆的注解 注解 要或者经文来看 就更清楚 更容易明白 我们为什么 舍弃经文 但是注解呢 注解里面的意思 清楚明白 经文 我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个意思 我们要想得 佛法真实的受用 也是亲近 清凉大肆 注解是他做的 我们在注解的学习 就是跟得清凉大肆 怎么 师弟佛这些人 见到文殊斯底菩萨 文殊斯底菩萨 非常欢迎 很亲切 先把他们统统看一遍 若向往者伸手俱转 温叔夫在看看大众 这么多人 不是几个人 六千人 所以看看大众 一定是仔细观察 表示亲切照顾 我们学讲经 老师也曾经教过 上讲台之后 没讲话之前 先要把场所 每一个人都看到 表示亲切 如果只看一边 不看那一边 听众说 这个法师偏心 你看看 看这边 不离那一边 这是不合礼节 文殊菩萨懂礼 看的时候 不是说头转转过来看 整个身体都转过来 最恭敬 一方面表静 一方面表自己 稳重 如果声不动 头子能转来转去 轻浮啊 所以比喻上是 如相 你看那个大相 佛门里面常用龙相来做比喻 相取它的稳重 龙取它的变化 好像永远都在变中一样 佛法家修变 诺切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诺切就是龙相 是印度网 翻听中国语的 像龙相相 龙我们没见过 相我们见过 无论你什么时候看 它都好像在入地 取这个意思 我们这些人 见到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风度就像向王一样 你接触的时候 你就感到定会光明 为它却主了 这是我 他观察这些人 身手俱转 不是单单 头转来转去 不是这样 行得非常地稳重 五清早不华 稳重啊 携失菩萨 定身 混身 标群 像机 无 以隐固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现在人家 教训 把这段事情 诉过了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 重视这段事情 诸位 诸位 如果要多 曾国藩的家书 曾国藩的家训 曾国藩先生 是清末 了不起的一位大人 这个人 这个人 有道德 有学问 他的德学 确实可以做一般人的模范 榜样 他在家训 家训 我们就想到 教他自己的子弟 不是教外人 他怎么样教人 教他的儿女 教他的后人 头一桩 学稳重 无论做什么事情 动作要缓慢 越不可以轻浮气躁 凡是轻浮气躁的 都不会有什么成绩 越是做大事情 越要稳重 从小要养成 走路 要一步一步 要踏得很稳 蹦蹦跳跳 那种人 成就不了什么事 这些教学的道理 方法 不是曾国藩发明点 他都是依据 鼓礼来教授 鼓礼是什么人定的呢 鼓胜先贤之定 孔老父子 做过整理 把古圣先贤的教诲 重新做一次编辑 做一次整体 善师叔 所以孔老父子 对中国固有文化 做出很大的贡献 师叔 都经过他老人家 整理过 流传个后世 所以夫子说 数二不足 空老父子 没有篡作 现在人都讲篡作 空老父子没有篡作 整理故人 流传个后世 古人这些创作 从哪里来的 全是自信流露出来的 跟释迦牟尼佛讲经一样 释迦牟尼佛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他有没有讲过 他自己的思想 渐渐 没有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清凉大子 在华阴间读解 解释经习里面 跟我们说过 佛也是数二不足 所以佛说 他从来没有讲过经 一句话都没说过 哪个人要说佛讲经 那是报复 那佛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过去古佛所说的 自己一句话没有 全是过去古佛讲的 跟孔老夫子的讲学态度一样 复而不作 现在人都是自己要创作 值得骄傲 所以孔老夫子没有值得骄傲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值得骄傲 为什么呢 没有自己的东西 所以佛常讲 经佛如古佛之在来 经佛所说的 是说古佛所传的 这从思想上说 如果从心性上说呢 佛振得了自信 大车大物 鸣心皆信 他所说的自信里头的流露 自信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共同一个自信 一切众生 共同一个自信 不是我说的 没有我啊 我没有说法的 所说一切伙传 无非是自信流露而已 这个才真正了不起 我们所以才幸福 才佛佛才佛的无铁头地 应当借重他的教诲 开发我们自己的自信 下面表 表象全体 全是圆满 一切众生的根基 毫无疑隐 活盘拓出 没有丝毫点隐藏 就是说 我知道多少 我教你多少 绝不隐藏 意思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家 令法的 佛菩萨决定没有令法 你能接受多少 就教你多少 应激说法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有点 在这里 我们写 aver了 我们写批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